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理大营家》 这个指数是连续涨了五天 今天是礼拜五 从礼拜一涨到礼拜五 如果你预设立场 每一天都是压力 每一天都是压力 你如果预设 我现在是讲的是指数 如果你预设它的立场 高点在哪里 那你再怎么会画线都一样 画那个线都没有用 不管哪里都是压力 可是上涨的时候 没有压力的 上涨怎么会有压力 如果有人要买单 你说那边是压力 他还是把它买到涨停板 我讲说如果你说大学光 今天涨停板 你说这边是压力 因为这边整理区 这边是压力 对不对 你就画一条线说压力 可是 你不买那是你的事 有人要拿钱过来买 他就没有压力 因为钱最大怎么会有压力 如同这边一样 如同这边一样 这边不是好几次 都是碰到了平台整理 其实最重要我讲过 就是最重要是一个趋势的问题 趋势的问题 趋势就是一个力量 这个是一个双周线 这是一个月经线 这是一个季线 是不是 这一条 这个是短多加中多的格局 是不是 那当然你涨太多的股票 不是说永远都要一直涨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因为我先用大学光 来跟你讲大盘 你说这个大盘在涨 涨了连续涨了五天 当然对于做指数的人 会很辛苦 因为它指数就是这样子玩 这边就一万一千点 一一零一二 然后过高点 这里就是很皮 是不是 很多人就是会重计的原因在这里 你看这里是很皮 对不对 我们看这里就好了 你看这指数 这里过一个高点 是不是价格过了高点 量没有过高点 所以它是做一个假突破再拉回 拉回又到月经线来 因为月线往上走又是多方式 我现在想的是指数 后来又来一次 11021 它也是又过高点 但是没有过高点 量也是熟 上礼拜连续过三次 你看这三次的高点都是过 价格都过了 都过了高点 可是量又没有上来 一说又拉回一次 是不是每次都拉回月线 只要月线往上走 破与不破 其实都没有关系 那这礼拜它就是 这礼拜连续涨了五天 但是它量也并没有特别大 但是价格就是过了 是不是过了整理区 确定过了整理区 那成交量它是怎样 用很久的时间里面 它就把成交量把它化解掉了 它也没有必然性说 一定要到2300亿的嘛 你看台积电就好了嘛 这几天能够大涨原因 当然就是台积电 因为它指数 它贡献指数很多 像今天台积电它涨了五块半 你知道五块半就超过五十点 台积电五块半 也还没有五十点 大概差不多五十点 一块钱台积电是八点五点 那今天大盘涨了七八十点 那台积电就算一半以上 那昨天也是台积电 你看这昨天就涨五块 这很多呢 台积电涨这样 它不用涨停板 因为它的指数非常大 全值非常大 所以台积电我当初在这边解盘 我不是跟你讲 它是一个下降的屑形 但是我认为台积电会过高点 我不是今天讲 如果今天讲就没有用 如果今天讲就太慢了 我们用台积电来给你看大盘的方向 那台积电是不是过了309 那这个309是有意义的 你注意看 台积电是浮冰的 它是最后喷出的 这边是4月20号 你注意看4月20号 台积电在这里 4月19号308块半 量是大的 20号量收的 是不是 你注意看 这边呢 10710 4月20号站这里 10586 你有没有注意看 4月20号大盘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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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到这里为止大盘高点都一直过 到上个礼拜以前大盘是不是一直过高点 它没有过高点 它是这个礼拜冲上来的 所以大盘就冲上来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人家是用台积电在处理事情 有心人是在用台积电处理事情 因为台积电很补的 你说大学光掌停板它也没有指数 它没有办法贡献什么指数 只有台积电 或者是这种 研发科 或者是鸿海 这种才有办法贡献指数 这种是前指股 或是台湾50党 这个也还有办法贡献指数 那其他像这种股票 它没有办法贡献什么指数 甚至尤达这种指数都不 它虽然是前指股 但是它因为它价格低 所以它占的前指也不够大 但是像这个就是基其低的补涨 很清楚吗 基其低的补涨 这个我都讲过 这些股票 有些股票是领先在涨 一直在过高点 那是它个别股 有好的条件 或是有主力在做价 那有些股票它会 因为大盘的保护之下 它会开始做一个反弹波 例如像望宏 是不是 它跟业绩没有关系 就是基数面而已 它就做一个反弹波上去 类似像这样的状态 那为什么可以走这条路 是因为大盘的关系 因为大盘是健康的情况之下 是持续往上的阶段 那大盘为什么会这么强 你注意看 这个礼拜大盘特别强 这里是整理四个礼拜 整理阶段里面 我们不知道它的方向 要往哪里走 一二三四 你如果说我早就知道 这个礼拜会说中长虹 那基本上你就是一个骗子 诈骗集团 因为你说谎 你根本就不知道 少跟我讲这一套 我很知道你的程度 所以如果有投资朋友跟我讲说 这礼拜你早就知道会说中长虹 那是硬读的 那一定是做多指数期货 你做多指数期货 你当然是看涨废话 那不厉害 那不是那种有的没效 我的意思就是你上个礼拜 你没有办法知道 这礼拜会中长虹 因为上个礼拜整理四个礼拜 这很危险 而且要到这个地方的上沿 是不是 所以那是问题是 这礼拜在涨的时候 你要尊重它 它一直每天都过高点 每天过高点你就要尊重它 它就是一个顺风口 为什么会这么强 为什么大盘会这么强 你注意看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 这跌下来是因为武汉病毒 新冠病毒的影响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跟美国一模一样 不是只有台湾这样 大家都一样 对不对 那反弹上来以后 美国的科技股已经回补了缺口 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快到历史高点 这个也快到了 是不是 因为道琼工业指数跟SPY指数 有很多的金融股 传统产业股 所以它没有科技股这么强 但是它也是这两个礼拜等于是在补涨 我在这个 不管在Telegram或是在非凡台联系都讲过 美国从上礼拜到这礼拜主要主涨的股票 主要涨的股票不是电子科技股 反而是金融类股 反而是航空类股 像今天 像昨天的美国航空 就涨了将近四成 像西南航空 达美航空 都是十几%在涨 或是金融类股 美国银行 花旗银行 摩根大通 这两个礼拜都一直在涨 或者是一些传统产类股 甚至连食品类股 麦当劳都涨 那为什么会这一个两个礼拜 美国股市主要上涨的股票都是这些 当然还有一些晶片股 半导体 都在涨 可是我是说 像之前都以科技股为主 那现在为什么 连这个 等于是航空列股也涨 汽车列股也大涨 你看连特斯拉 或是台湾的这些汽车的相关供应链 相关银主线都在涨 台湾的这些 航运类股 航空类股也涨 食品类股 观光类股 饭店 是不是都涨 而且不是今天才涨 那为什么这两个礼拜这么明显 尤其是这个礼拜越来越明显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重启经济 重启经济是 是因为我们礼拜天不用戴戴口罩了吗 不是只有台湾 如果只有台湾不用戴口罩 那也没有这么厉害没有这么标 那美国股市美国股市在标 又不是说台湾以后不用 礼拜天以后就不用规定说硬性规定要戴口罩 但是你要戴没有反对 是不是你如果要戴口罩没有反对 只是说有一些公共场合 或者是可能坐捷运或是坐公车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必然性说一定要每个都戴口罩 你要戴没有关系 你要了解我意思吗 这个就是重启经济活动 就是要解封的意思 那台湾算是比较快 因为台湾控制比较好 但是外国它虽然还是有这些疫情的影响 或者是还在扩散 可是他们也不能停止不动 也不能让经济整个停滞 那人民也不能说完全一直在失业当中 或者是都一直在领救济金 那政府一直印钞票一直花钱 那到时候政府也会被拖垮 所以在欧美国家里面 他们也在重启经济 他们还是要开工 戴口罩也要开工 那怎么办呢 就像以前的中国一样 那时候也是开工一样 所以重启经济它是一个共识 也是一个必然性 那重启经济对什么股票比较好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对所有股票都好 只有对一个股票不好 就是防疫股 那虽然防疫股不好 那这个升级股为什么涨平板 它不是防疫股 它叫升级股 但是它不叫防疫股 因为做镍色眼镜 做老花的手术的 或者是卖眼镜 这跟防疫没有关系 完全无关 所以大学光今天涨平板 那是大学光的事 跟其他防疫股没有关系 你不要把它扯在一起 比如说有些人说 讲防疫股的话 每一档股不要涨 他都有 他都讲他防疫股怎样 我可以跟你讲 升级股有一百多档 新贵的也有五十几档 你不能说 这个升级股有一档股票涨平板 那其他股票都要跟它涨 那是不合理 也不正常现象 就像电子股 将近有一千档 你不能说台积电今天涨 大家都要涨 都要跟着台积电涨 那其他都不能 你说台积电涨 那我们就不能跌 那这不是说 我们华星科跌就很委屈 或什么这个跌就不行 你不能这样讲 因为台积电是台积电 因为电子股有这么多 你不可以说 就好像说电子股这么多 你不能都一涨电子股涨平板 然后其他电子股都要涨一样 所以升级股也是一样 大学光涨平板 跟其他升级股是无关的 你要把它分得很清楚 这样你做股票才会 才会有正确的方向 而不是联动在一起 联在一起是很危险的 这种想法是很不太可以的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在上半场跟各位讲 指数的反弹我们先不用预设高点 因为现在这个高点很难抓到 因为你不知道美国股市 随时是不是有可能创新高 你看昨天虽然是有拉肥 可是美国谈到电子盘又在涨 那也许过不了多久 又创历史新高了 那美国股市如果涨 台湾股市不可能会跌的 保证不会跌 因为台湾股市是跟屁虫 我们没有方向 我们只有跟着美国走而已 你了解我意思吗 美国涨我们一定会涨的 大概是这种概念 那美国在涨什么股票 就是涨我刚刚跟你讲的 那美国什么股票没有涨呢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要有证据 你不要说没有证据然后乱讲 我们讲一讲我们就会 你看这里美国 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升级股 这是美国的升级股 这是美国的最大指数 叫NBI指数 我都有证明的 因为重启经济以后对这个不利 这个可能会到时候会跌 很多股票都会跌下来 但是我讲的是防疫股会跌下来 很多升级股它跟防疫没有关系 你不要搞错 这美国的升级股在5月12号就建立一个最高点 是不是 美国的升级股建立一个最高点 然后整理 整理这么久了 5月12号 这个照涨 美国科技股这样过去很高 所以不是升级股在涨 要搞清楚状况 那台湾的升级股 从5月12号还是涨 这是上贵的 那这是上市的 所以这个地方有 这个地方要怎么去解读这个问题 答案就很简单 台湾的部分的升级股 尤其是防疫股超涨 价格失真 放空 那至于电子类股 台湾的电子类股 或是其他的金融股 或是从容产业股 做多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什么下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吸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吸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欢迎回到节目下 所以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TELKIN 就是用193008 加入TELKIN 我已经讲过了 趋势是价格最重要的依据 好 那我们再谈 老师 那这个指数涨上去 我们要不要一直追进 如果你一直追进指数 那叫追进 可是对于有一些股票 你先不要管它 就算说 这个大盘涨太多 它会不会一次过高点 不可能 台湾的股市不可能 因为台湾的指数内容 不是只有电子股 你不是它 因为它有可能过 是不是 但是它不可能 这两个不可能 但是目前还在涨 是目前到昨天为止还在涨 那这个趋势是它在涨的 它总是会碰到的中线反应 但是我跟你讲 你先不要意识立场 我跟你讲就是 未来 我告诉我会员 比如说这样 这是周K线 这个礼拜是中长虹 那这礼拜的季线 这条叫季线 扣底值是这一根 那因为它跑得比它更快了 所以它已经扭转季线向上了 你注意看 季线向上代表中线多方式 至少涨三个月 你先背起来 这涨三个月是从明天开始 礼拜一开始都不要跌 不是这个意思 至少涨三个月就是方向往上三个月 就好像这样子 就好像月线往上走 方向是往上走一个月以上 这个叫月线 那它中间过程里面 它有时候跌下来 这个都没有关系 回测月线是买点 那月线如果往下走 至少要跌一个月下 至少可能两个月三个月都有可能 那季线往下跌 至少跌三个月 从这边开始跌三个月下来 至少跌三个月 那这个反弹算是算跌 对于季线来讲 它还是跌生的反弹 我们讲的是这条线 往上走至少涨三个月 往上走至少涨三个月 往下跌至少跌三个月 所以叫季线 那现在季线 季线的日扣底值 因为是日K线 已经扣底到这里 我上个礼拜就讲过 它加速扣底底值 它已经跑得比它更高 所以简单要加上这个 它造成它季线往上走 你看 季线在6月3号还是往下走的 走了三个月以下 6月4号开始往上走 6月5号 接下来都会往上走 为什么 因为它扣底太低了 那其实没有中错很多的话 它都往扣底底值 接下来一直扣底底值下来 扣底底值下来 这条就往上走 所以要不要怕以后 下礼拜以后涨多的回挡 如果下礼拜以后涨多有回撤 这个会保护它 这条线会保护它 这条线允许可以跌到这里来 允许 那我们用周K线来看 季线的周扣底值下礼拜扣底这一根 这一根在哪里 10128 所以只要下个礼拜以后 下礼拜不要跌到10128以下就没事 那是10128 现在是1011479 没错你没听错 下礼拜要跌1200点 它才能够把这条线扭转 不然它已经往上了 所以它允许 它可以允许它跌下来 这条线会保护它 那下下礼拜扣底这一根更低 所以它允许它跌下来 所以这个空间 就是你一定要先预想得到 就假设 我现在做一个假设 我告诉我会员也告诉你们 假设从下礼拜 我们现在是假设 因为指数向来反弹不预设高点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拉回 可是如果说因为涨太多 而做一个调整 做一个拉回 我们可以允许它怎么做 允许它可以跌1200点下来 就是这样子 结论就是说 可以允许它跌到这里来 不是跌1200点啊 就是这里跟这里差了1200点 可是季线来讲它是现在目前位置在这里 10443嘛对不对 大概1000点啊 因为它是一个周线一个是周K线一个日K线 这边是也是10400多点 但是它会往上递增慢慢递增 下礼拜也会慢慢递增 所以这边可以允许下来800点到1000点没有关系 那我在暗示你什么 我想很多人现在目前来讲 也许你没有办法认同说 有些股票已经涨这么多了 或者是我在第一点卖掉 那现在要再买回来很尴尬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你可以先做短线或是做当充电子股 当然金融股啦 从中产业股都可以做 我是说以电子股为主 以5G相关供应链 5G的设备股 或者是电子股题材比较多 你可以做当充或是做隔日充 那也可以只有做短线 或是做比较少的部位 还是做嘛 因为你没有做它还是要涨啊 你怎么办呢 你还是要做当充 可是如果真的有跌下来 假设真的有涨太多跌下来 那你胆子就要加大 越跌你胆子就要越大 因为它未来季线 它会形成一个中线支撑 那短线来讲它会先回测以后 修正短线的月线跟时日金线 但是中线会得到支撑 这个就是什么 未来三个月以后你要做的事情 你不要怕它跌 所以你要做多科技股 那为什么防疫股要放空呢 防疫股一定会崩盘 我已经在KT国内讲过很多次 如果说以做疫苗的公司来讲 他们不是卡 因为他们今年做不出来 今年做不出来 这些股票都不是卡 这些做防疫股的这些都不是卡 尤其是他们都不是 美国政府授钱五家公司 像焦生像阿斯特的杰利康 或者是默克药厂 辉瑞药厂 莫德纳就只有这五家 美国政府选出这五家 跟他们合作 要发展这新冠疫苗 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就有疫苗 第一个会出来 第一个疫苗 第一次疫苗会出来 但是绝对轮不到国光升高端疫苗 我的意思就是说疫苗是很重要 要比速度 而不是在那边比到明年以后才有疫苗 所以这个是题材炒作的股票 最后会回到原点 所以为什么我看空防疫股的原点在这里 不是只有疫苗 包含了其他的 像什么口罩什么都一样 那些股票都是 我都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看空这个防疫股 不是看空生计股的全部 是看空防疫股 但是要做多电子股 要特别注意 所以说现在加入Telegram 193008 或者是如果你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可以打电话到公司来询问 我们助理联络会跟你 这个线上助理跟你联络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周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